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人心言 剛才第一節尾的時候 聽到你的一首作品 這個殘酷天使的光靈 希望大家會喜歡 第二節回來 大家剛才也聽到一首 就是由我們今天的嘉賓 Toxic幫我們唱的一首歌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首歌是Lisa唱的 在SAO最新的劇場版 這個主題曲 Catch the Moment 這首歌是音源版 正常是一部影片 是一個Cover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去你們Facebook 我們有YouTube頻道和Facebook 通常Facebook比較容易找 大家記得去看原片 可以去看他們演奏的部分 好了 剛才第一節發覺在座幾位都是一個神童 我覺得自己是有一個 這個樣子問題是新高問題 有些事情真的沒辦法 但我也想問一下 你們這樣組合起來 如果計算了 可能阿賢士的時間 大概半年左右 都沒有 都沒有 三個月 四個月 差不多 其實你們在這段時間裡 可能修吉和小千 你們會長久一點 你們會有些什麼 很深刻和難忘的趣事 無論是表演好 練習好 或者你們錄Cover的時候 甚至是光成蠟 對 趣事 最緊張的那一刻 是表演的那一刻 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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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說明 很有興趣 我們在表演一首歌 那天在表演一首歌 然後彈一下彈一下 突然發現結他沒有聲音 然後我們在想 是整個音舞會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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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那支結他 我都斷了 他都斷了 但是正在表演中 你不能表演出來了 你不能表演出來了 然後我就在裝了沒有東西 一直在向工作人員打眼色 喂喂喂 他又怕不到我 然後到我真的 算了 過來過來 做手勢 他才叫我 過去弄一弄 然後再弄回我 他為你放他電 為何要這樣斬 我不會吃的 我沒有看過這件事 那我的舞會可能是女生來的 不是我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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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開了 但是 這次是一個驚險 或者你很害怕 開心的呢 有沒有一些 開心 開心啊 其實整個表演的時候 都很享受 是 都很喜歡在裡面表演的過程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在意到 那種壓力 是 反而自己 大家想玩自己 大家想玩的東西 然後玩一下玩一下 就享受到活動 都忘記了這場其實是一場表演 是 其實整個表演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我會覺得這應該是表演者最高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已經不當他是一個人表演 你完全投入了下去 做你自己想做的玩得開心 但是同時你的演出當然也是優秀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高的水準 是 沒錯 那小千里呢 你和阿守吉應該都算是創團成員 是 但是你們會不會有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很記得有一次 我們學校的時候 不是現在的BASS和鋼琴 是兩個女生 都是學校的成員 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不是說去星康比賽獲冠軍 但是前一一 練習的時候 我發了脾氣 是哭不住地走 是 就是我覺得 是我第一次上台 以樂隊的形式演出 我就不想有什麼脫漏 是 還有想有些 就是讓台下觀眾 看到我們是有心的 是 就是 有些不太理會他們的感受 那怎樣他們 就是叫他們 就是覺得這裡要做些 就是做多些 那樣 但是 就是當然 以我這樣的態度 跟他們說話 就是一定不會被人接受的 是 可能是我自己 因為對自己的要求太高 就哭著走出去 是 就回家了 是 那時候在巴士道 就跟秀吉 發訊 是 那時候就哭著 跟他的訊息 就是發訊息給他 是 他就說 我們對樂隊會支持你的 不要那麼緊張 是 我們在後面陪著你的 就是 令我一個很 很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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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動 所以你們之後的演出也很成功 拿了冠軍 就是拿了冠軍 是 所以有隊友的支撐是多麼重 我覺得是體現到那個精神 就是 如果我是歌手的話 我都很感動 我們會背後 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 動畫的精神點 甚至是一個 互相支持對方 還有 小千雖然是 剛才說到她自己有發脾氣 但始終她的那件事就是感激了我 那我想 大家是團員的話 應該都會明白 這種心情 因為我身為Vocal 我站在前面 我看不到我旁邊有些什麼人 我都看不到後面的人 但是 他們會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有一種力量推你去前面 令你可以去面對觀眾 不用緊張 我們會在後面陪你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小千雖然說 她雖然是發脾氣 可能用了一些不太好的語氣 但是她想為這件事好 最重要的是 只是她不懂得怎麼表達 或者當中 可能真的太激氣了 不知道怎麼去表達那件事出來 所以才會這樣 我覺得其實都 人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最重要是兩界 那少佳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一些 好像你的表情有點禁忌 是不是開始想說謊話 不是的 最開心的 都沒有的 因為我個人都很隨便 很濫的 通常Bass就是在後面 沒有什麼表情 彈了之後 那首歌完畢了 我完畢了 不是 我的認知通常很濫 很開心 我沒有表情 不是 我看很多節目都是 通常都是結他人在那裡瘋 然後呢 那個Bass很冷靜 然後那個Bass就站在那裡 整棵木 不是的 有沒有看過別人Facebook說過 Bass最厲害的成就 就是離開了它 五分鐘就沒有人發現它 但是這個是表演的時候 譬如你們練習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 令到你覺得很記住 這件事 很記住 錄音之前 會不斷練習那首歌 那就是 因為 我都 就是 Bass的部分 是挺難的 那我 都 有點在意的 我們一定要重點問一下 因為在場大家見不到的觀眾 但我想說 其實還聽不到 大家是笑著 忍著笑 介有殺事 沒有忍 殺有介事 什麼介有殺事 中雪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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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要說 他們沒有忍著笑 他們是笑著笑 但是各種形式的笑 都是這種笑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真的要說話 我覺得現在的感覺實在太棒了 好 其實錄音那晚 我們搞了一大輪 然後就收好了 阿鼓都錄完了 到這位仁興出場 然後呢 這位仁興呢 錄啊錄啊錄 錄 錄到中間 有個位置卡住了 然後就 不斷卡住了 然後就 錄不到 不斷卡住了 然後 然後 錄音那個主持就說 你再錄不到 下星期見 我們 就是要再錄一個 然後 結果 也是錄不到的 哈哈哈哈 直接 下星期見 然後就直接 錄到後面 錄後面那一刻 就是 小佳是分了兩個星期 才錄完 那部分 那你那個星期的壓力 會不會很大呢 或者那時候的壓力 就是現在 因為我們三日前 三日前錄的 OK 就是 我們錄音之前 那個星期周末 六 星期六 哦 那其實你是還沒搞定的 是 搞定了是 有點緊張的壓力 我是很緊張 是 但以那位樂手來說 那位是否真的很難 是 真的難 是 你經常站在那裡彈 克服了都OK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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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會聽到的 那一首歌 Catch the Moon 所以大家 剛才聽了 記得 配備了幾次 特別留意BASS的部分 真的 我突然間不會摺下去 因為這個節目通常 這樣的說話都是我說的 突然間有人摺了 已經摺了你的位置 你可以回去 我先走了 大家繼續 那表子呢 剛才你笑得很開心 我想起 最印象深刻 就是第一次加入他們 我記得當時是玩白魚雪的公主 然後當時 我一加入當時 我是在考試 還是不知道 我是考完試 之後隔幾天就要加入他們 其實當時我只有兩、三日時間去練 然後到了 當然我沒有太多時間練 練得不太足 然後到了 還有當時我的想法 因為當時我在玩Metal 那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Jey的聽下去 好像也不太難 那我玩Metal 那我去應該搞定 誰知道 去到當時 大家一起練習 然後收集就跟我說 你自己一個人彈一下 看看你整理好整理 然後 哇 首先是 當時緊張 然後自己又不是練 哇 錯得很七彩 錯到 錯到 真的想找弄 不如下個星期不如不要來 就是 退團已經是立即突然消失了的一個 搞不定 就是 印象很深 因為那次練習的時候 顛覆了我 覺得Jey的想法 就是 一開始還沒有 Jey 日本的 日本的 我之前都覺得 不是很難的 但原來 如果你整理好 其實是很難的 是真的很難的 所以 所以 之後 真的 會準備多一點 練多一點 才能夠出來 但 是甚麼 令到你 能夠有勇氣去第二個星期呢 即是第一個星期 即是第一個星期 相對上集拜 伏拜拜 這樣說 第一個星期對你來說 應該都是挫折 是 是甚麼支持到你 繼續去第二個星期呢 我會覺得就是 因為我 轉 就是 玩樂隊 或者轉玩日本 其實都是想 即是一開始的想法 都是挑戰自己 那我就看看 不如再給我 一兩個星期自己 看看 能否克服到 是 之後 慢慢 好轉 所以 如果那一兩個星期都不行 就完了 即是今天就差不多 可以 不過我想 中間 插一插 因為其實很多聽眾 可能對於樂隊來說 可能都會聽到音樂 結他 和音樂 我反而想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Rhythm結他 可能對於你來說 其實難度 或者樂趣 在哪裡 因為其實很多人對於Rhythm 的認識可能沒有那麼深 難得有一個Rhythm結他 在這裡 原來他都是很難的 究竟有多難呢 我也想聽眾多了解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因為Rhythm結他 就是 它難不是難在那些曲 可能是那些節奏 可能是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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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會難些 即是 當你彈音樂 你可能在意 就是速彈 我就是聽到那個節奏 但是 當你玩日本的東西 就是 它所有細緻 你都要很清楚 不會錯 因為真的 你一彈錯一點 就聽得很清楚 那你就要確定自己 彈的東西 那些勾指 全部都要 沒有差錯 或者你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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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很漂亮 這些都是 玩日本的難處所在 也都是 阿比斯 你是一個樂趣所在 是嗎 可以練到 挑戰到這些位置 也是 好 感謝你的講解 好 我們到阿賢 你是不是又忘記了這個問題 我們要提醒你的 其實我記得 我夾樂隊的難處 其實我加入了也不太久 其實最大最深刻的 都是幾天前錄音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跟他們說 這些東西很容易 兩三次交給 誰知道就錄了一個半小時 就是 發覺是 如果要整理得正的話 是需要少少事 還有呢 當全世界的人 看著你 因為通常 鼓是比較少的solo位 也有solo位 不過你 通常都是幾秒 你可以準備好 但是你夾錄音的時候 全部人都清除了場證 看著你打 而且沒有了底 沒有了voco 真的不知道是打到哪裏 有時候 你知道鼓 可能你們都沒有太多留意 但是鼓的東西 就是 來去都是不停重複 可能打八次 打十六次 打三十二次 不知道是打到哪裏 所以就 都錄了多少次 要夾錄了一個半小時 我想說 作為voco 我會聽鼓的 因為拍子要跟著你 因為會弄錯了 對 但是鼓都會聽到voco 雖然是voco跟我 但是我聽到voco 知道自己打到哪裏 其實是整隊樂隊都要聽voco 整隊樂隊都要聽voco 整隊樂隊都要聽 只不過他自己錄音的時候 因為不停重複 他就不知道自己打到哪裏 而且是真的緊張的 是 想不到那個環境 全世界都看著你 等你一個人錄 還有你自己知道 一顆音都不能錯 是真的會給自己壓力 就好像打音遊戲 當你打算voco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 就會掉一顆 但你平時都可以 是voco 還可以的 還有這件事 我覺得阿賢剛剛分享的 對我來說 因為我沒有你們那麼熟悉音樂 但是自己平時聽音樂的時候 覺得在一隊樂隊裡面 或者聽過其他人說 鼓是整隊樂隊裡面的控制 你可以控制整隊樂隊的節奏快慢 起伏那些 但是阿賢剛剛說的就是 其實沒有其他隊友在這裡 只剩一個鼓 反而你會有點受足無措 要很專注 是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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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練的 很專注的想著 這樣才可以 但正常來說 就不用 其實你都跟感覺打 然後打到差不多 轉感覺的時候 轉chorus 轉chorus 轉pattern 就OK的 但你沒有人在街上唱著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chorus 數得很清楚 真的要厲害一點 高水平一點 練開的 才會去到自己一個人打solo 都可以保持著 節奏 我也明白 其實 再用回Vocal 就好像 你也沒有清唱 我會 有些情況 他打的時候 我會在街上聽 我就會覺得 我會自己的腦海裡 有個船飄過 所以 如果我清唱的話 也會很難的 但是 因為跟他們相配 所以會有那個 有印象 但是我突然間又想問 其實很無知地問 譬如如果鼓那個 好像剛才所說 沒有你們的back up 他自己可能在solo的時候 其實他唱起來 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是我唱起來 如果我唱起來的話 我會亂 因為鼓呢 是 唱起來 一定要練 其實跟彈結他一樣 我想說一件事 你彈就像beatbox 你唱起來 是要練 因為其實 我以前 一開始 最一開始玩鼓的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街機 街機就是一些鼓機 他說 鼓機就沒有左腳的 左手街右手街右腳打point 就到他們 就是差不多新的人 新文字是由 但是很久很久之前 所以��遙 局創作 然後 fica在網上看影片 但是我又打鼓機 那時打鼓機打得很難 好像打了七八十 但一旦新鼓 再加多隻左腳 由3支變4支都兌換 其實你加起鼓 其實是可以的 要練習 但是不能說一來就多加一件東西 練習的時候就用這個方法會好很多 但是正式出場的時候就 例如結他 如果是唱完練就是練一些perfect preacher 或者一些音準的東西 估計就是練一些rhythm 其實這些練習是必須的 反而我覺得是一些必須的東西 反而如果你想表演都這樣做 就真的有一個困難 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本身自彈自唱 在講的是結他或者琴 已經不容易 因為你要想兩件事 起碼也有一個melody 但問題是鼓是一堆節奏 可能你在唱的東西和你在打出來的東西是完全兩回事 但是你還要分到 你還要打對 你還要唱對 是很難 真的很難 因為我有這個問法 我沒有想過那種唱是去到聲音是Vocal 因為平時 例如看音樂那些 有時候都看到Bass 或者鼓手 其實他都會在後面跟著唱 當然他沒有咪的 其實你永遠都聽不到他唱什麼 但我是不知道其實這樣有沒有幫助 所以才會有這個問題 看回秀吉所教的 其實應該在練習的時候這樣練習 但如果要表演出來的話 可能要實戰再試幾次 還有要花更多的練習時間 我突然在想 你們那次出場表演的表演 我想表演的表演是想的 因為我們倆都是喜歡挑戰的人 剛剛聽你說喜歡挑戰的人 我也是 我也是 剛剛還沒說自己喜歡什麼 有什麼時刻是開心的 我其實覺得有壓力的情況下 我也會開心的 跟普通人有點不同 我也是喜歡一些 覺得有挑戰的時候就會開心 所以上台是有一種緊張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人很少可以找到一個情況 是自己真的緊張的 所以緊張的情況應該要很… 可以令到自己緊張的情況應該要很珍惜 但我突然這樣想 例如你們三位曾經上過台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經驗或者技巧方面 其實我可以跟他們分享 你們有沒有的呢? 因為我想上台和你們去錄音 其實無論你們的技巧或者你們體會的東西都很不同 你們暫時可以兩樣東西都試過 會不會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到 技巧應該沒有 技巧 主要你們都是… 不要想著是這個表演 都是那句 都是當作是玩 我們很注重一件事 就是無論表演也好 錄音也好 我們都是玩 這個心態一直都是玩 可能我就比較習慣一點 因為我除了這隊樂隊之外 其實我還有第二隊ACG樂隊 我在那邊玩Rhythm 在這隊樂隊出表演之前 其實我在那隊樂隊有出過表演 所以我就有一點點的經驗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真的不要太緊張 玩 就是一個字 玩 就是這樣 是 因為我之前聽過另一些人所說的 他們說 就是受吉傭 就是大家玩 其實我想是同一件事 就是他們所說的就是享受 而且他們所說的 好像是之前Kidam都分享過 就是 因為每一場show都真的只有一次 所以你一定要享受 所以如果你緊張 你錯過了享受的這個過程 你下次再上分 就算是同一個台也好 但是感覺始終都是另一件事 我想這件事 我希望快點能夠見到阿賢 和表姿能夠踩台 可以見到你們在台上的表演 我們也有積極找過不同的機會 結果 對 很快 真的很快 另外這些我身為動肺包床和心的混蛋 不是在這裡的Kidam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壞話想說 嘩 一聽到就真的有 其實不是他 他是好人來的 你這句話 更加代表到 好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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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沒有了那個攝影 如果拍著你就會看到 我受吉是斜上40度 都好人來的 好人來的 說真的 他很懂得為人著想 我 說真的 我原本現在考DSE 我打算是 如果我考不到香港的大學 是打算去日本發展 是 但是 我跟Kidward說這件事 他其實是不想這對樂隊殺 因為我 就有一個隊長 一走了的時候 這隊樂隊其實 是 怎麼說呢 可能有點自大 但其實有可能是 已經散了 他的向心力一定會低 我跟他談過這件事 他就說 不要緊的 你走了 我幫你頂遇他 這是浩南和山雞的關係 是 友情很感動的 他會願意去承擔這個責任 就是很懂得為人著想 這個人 是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這位成員 因為他今天來不了 他身體不舒服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跟他一段時間 應該都知道他的喜好 或是 羅里空 拍女學生的腳 偷拍 偷拍 轉個問題方式就問不到 問他 你現在在哪裏 然後就 借一些影 然後那封相 那個focus 就是focus在對面 坐在那裏 學生 會不會 遲些 有人會上來你那裏 拿一些證供 糟糕 沒事 只是放上youtube 只是上單裏 這樣 希望我快點有機會 可以見到你們的鍵盤手 跟我們聊聊天 其實 你們有上過台表演過 亦都進入錄音室 其實你們對於這個同仁音樂界 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或者 我可以這樣說 等一下思考一下的時候 首先大家會不會說 對於這個什麼同仁圈 同仁音樂 這個terms 會有多少的看法 應該會這樣說 或者你們應該怎麼看這件事 同仁圈 同仁圈我有一點點 是 就是 我想想怎樣說 就是 多些接納新人 就是 同仁圈子也好 同仁音樂也好 就是大家 我覺得 不要介意跟新人合作 我之前有說過 跟別人合作樂隊的時候 如果 能力差太遠 是很難合作的 但是 我相信 如果對方有努力的話 是會合得到的 我之前是害怕 合不來 因為可能 我之前跟別人合作的 那些人是不練習的 有新手的 這樣就合不來 但是 我覺得 都要給一點點 重點 對方的努力 譬如 像 同仁圈 那樣 看到對方有努力 因為大家都是新手 大家都會做過新手 不要說 一看到新手 看到對方 新手 就覺得別人做得不好 就太過排斥 即是空間 對 空間接納新人 看到別人做得不好 可以提醒別人 可能另一個方法 上網開鋪鬧 其實阿賢你的意思是 你是看到有些情況走出來 對 你也有感觸在這裡 對 我也明白 大家是有點不滿的 不過可以先跟本人說 對 那其他的成員呢 同仁圈 其實我覺得這個圈 如果只是說同仁音樂 其實是團結的 但是 如果你拆散了 其實有不少的情況 很多人都不太著重 反而是著重 這位結他手 玩錯了幾多一 然後一玩錯 就這樣 很著重 一些個人的 minor mistakes 尤其是這些事情 你當時的表演者 你不會知道 但是你其實 偶爾我會聽到一些 非言非語 在那裡說 那個結他手真的不行 這隊樂隊不行 真的有很多批評 我這種態度 都蠻富有香港特色的 很多時候 香港人看直播都是 批判性 說真的 如果你說這種情況 你對比在外面的流行樂隊 或者什麼 那些 其實是 ACG圈裡面是好很多的 但是 都很常見 還是很常見 這件事 多一點感受 氣氛 反而其實應該是 進去看一場表演 而不是看人錯 應該 對 雖則說 看人不糟糕是最開心的 但是 你要看人不糟糕 那不是 不是 我不是說 踩大家 其實看直播 這個真的有樂趣 但是 真的 我想說 就算你看主要歌手 看他直播 DVD 什麼都好 一出錯 竟然出錯 這個位置 但我不是批判 他說 怎麼唱到這樣 但是我覺得 很享受 因為你沒有期望 但是是一個互動性 我覺得 這個人是一個人 都是會錯的 但是 你唱Live的時候 多專業都會錯的 我覺得 看看 哪一個 我那時候看 李克勤演唱會 很記得 就是他那次不知道做什麼 那場的走音 我看不到那場 李克勤走音 真的沒聽過 你跟我說 TWINS走音 我沒什麼所謂 你跟我說 李克勤走音 我想看 你跟我說 張學友走音 我會很想看 這些是比較新奇的 但是我想整體 大家看的表演 都是想看表演者 他盡情享受表演 表演給你們看 把他最好的東西給你們看 沒有必要專注 或者完全集中 在一些錯誤上面 不要從這個位置出發 如果繼續批判的話 我覺得感覺不太好 因為自己玩ACG 都是想玩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是想玩自己喜歡的東西 帶給大家 分享一下 但如果在技術批判的時候 就是 對的 阿賢所說的 你有什麼跟他說 你這個位置可能這樣會好一點 啊 我們就技術改善 但不是 這對樂隊的歌 不行 這樣的話 我覺得Philip 不是一個ACG的精神 那小千 你呢 你自己怎樣看 你怎樣看 我沒有那麼… 我對於秀吉和阿賢所說的 就沒有太大的回應 因為我也是很開心地唱歌 其實你也沒有什麼理會 這個圈子的其他的動向 你比較少理會 因為我覺得自己玩得開心就好 嗯 嗯 唱自己的歌集中在自己 其實是兩部分 自己盡力、努力 我覺得 不只是開心 不練習都OK 但是盡力 自己努力過 再加上享受這個過程 這樣就已經是最好的 當然我對自己 對大家也會有要求 是 是 都想帶一些好… 就是自己對那首歌的一些想法 都想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是看得開心的 是 但是如果 就是 有人不接納的 我們就看看有什麼可以改 嗯 這樣 我覺得一個學習的過程 都是開心的 是 其實這個我想 小千的剛剛這個回應 挺符合到 阿奇登本身找Toxic 上來跟我們聊天的這個意義 因為小千很表現到 她是 入世未深 剛剛 裝了這個圈子 可能沒來 其實她未必有太多的意見 她什麼都想去試一下 她想做多一點自己的事 可能再過多一段時間 才會建立到她自己的看法 或者你的… 但我覺得不錯 這個意見其實是很飄華的 就是不用那麼多花巧的東西 講很多評論 就像我們這些 太多東西 但是 我就是試一下開心 其實這件事已經很直接 簡單一點就可以了 玩些小豬盤開心 玩些唱起小豬歌開心 你做什麼舞團 還有其實有趣的地方 是你會看到 無論是像秀吉阿賢 他們可能有若干的看法 或者有某些位置 他們希望 風氣能夠稍微調節一點點 還是像小千那樣 她覺得 我未找到自己的一些想法 但她很想什麼都試 繼續去玩的時候 其實這兩樣東西 是沒有衝突和不是他的 而他們剛好也都在同一個組織裡面 我覺得這件事有趣的就是 其實大家在做同一件事 可能大家的觀點和感覺會有些不同 但是 出到來最重要的 都好像秀吉所說的就是 Enjoy the soul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對於玩音樂 對於玩音樂 我填詞那些都很尊敬他們 我覺得是 這個圈 其實在香港人眼中 就覺得是 有點毒 有一個不負面的 就這樣看這個圈 其實我覺得 他們沒有理到身邊的人的眼光 很堅持把自己的熱誠 自己的作品 展示出來給別人看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不錯的 嗯 我就很少接觸香港的同仁 就是我 主要都是聽日本那邊的同仁 就是我本身以前聽歌 就喜歡聽別人 可能是VGA cover的那些 來聽的 其實都很高水平的 但是對比起就是 香港就是沒有這個 風氣 就是正如邵交所說 就是 可能你告訴別人 你玩日本東西 可能你玩同仁 嘩 毒L 我不想跟你接觸 洗手 對 或者 或者就是 可能你很努力 做個show 或者 彈一些東西 可能別人一聽到是 喔 日本東西 我不喜歡 就是我不管你多有心機 也好 你怎樣也好 我不想聽日本東西 我又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又不喜歡日本東西 就是 一開始就已經拒絕了 去欣賞 就是嘗試去欣賞 這件事 我覺得 真的不太好 所以就是 變了就是 在這個風氣 已經不太盛行的時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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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行內 互相批評 會不會是一個好事 就是 其實 其實大家都是想 這件事 可以繼續發展 讓更多人認識 我又會覺得就是 其實是需要大家 每一個人 互相欣賞 互相鼓勵 嗯 才可以 令到 可能 不同風格 或者不同的音樂 可以 多些人認識 而不是現在 可能 不是聽韓國歌 就是聽韓國歌 就是 其實很多 同人音樂 日本東西 其實需要大家 互相鼓勵 才可以 令到更多人認識 我有個看法 就是 都分享一下 或者當是給了一些意見 就是 因為我自己現在 都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現在自己一圈 就是 其實香港 都發展了同人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 都已經開始成熟了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大家有表演的機會 都不少 但是 其實外面 可能對於我們這個同一圈 小家所說 都有一些負面的看法 不認識 其實 你們是樂隊 有一個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們可以 考慮 除了在我們圍內圈玩之外 走出去玩 跟別人介紹這件事 我們這些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唱這些 不是你們心目中的中毒 其實 會不會是有些你們想要的表達 我只想開心唱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好的 動聽的音樂 是不是 你不要理會是ACG 但這首歌是否好聽 是好聽 就是 話多些給外面的人知道 我覺得會更加有幫助 其實這也是我們這個節目的其中一個主旨 就是希望能夠把同人音樂這件事 讓更多人認識 以及等一些可能 好像小佳他所說的 就是有少少有識眼鏡去看的人 能夠了解到之後 發覺原來不是他們想像中 一定是毒阿澤 不必然是 只是可能一些曲目 跟動漫相關比較多 但是其實它都是音樂的一種 亦都有他們自己的元素 表演的人 亦都會用不同的風格 注入了不同的生命 給一些音樂 我想這件事 都是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能夠帶給大家的 最重要的是 儘管是我們這一部很小 可能是不知道可以影響到多少 但我們不要想這件事 先做了 集疫成求 大家做了這個力量出來 就會有效果 我相信這件事 節目都去到尾聲 但又是開米之前做的一些功課 我自己看完我覺得有一點不開心 就是關於你們未來的一些動向 是不是都可以跟我們在這裏說 可不可以在這裏說 可以 是 因為我們有幾個成員 兩個 應該是我和Base 就要準備一下DSE 我們兩個都是中六生 現在學生很生氣 我們應該是平均年齡最小的 是 我們兩個都要準備DSE 應該都要停一段時間 剛好小千又要去台灣發展 然後我們另一個Vocal 都有一些個人的理由 就走了 其實都要加一段時間 我想大概 我們考完DSE 我們會再次找人 再次招聘人馬 不過還是那句 香港人找Vocal很難 你們考完DSE 你們考完DSE已經回來 好啊 出聲一點 好 我突然覺得小千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他離開香港就讓他們專心DSE 不要再夾Base 我離開 特地去台灣發展 Base幾個月 等你們可以專心DSE 我也很感動 我突然知道如果要研究 我突然會 這個是一個很偉大的 就是這樣 我為你紅色 所以他今天說了出來 你黑了DSE 我再回來 所以我覺得小千的旅費 和住宿費 你們一人一半 不要說那麼多 一人一半就行了 我全部都是為了你們而出去 再與歸來會更上一層樓 雖然你們會短暫地休息 但是我們期望能夠快點見到你們的表演 你說如果DSE完整的話 接下來的動漫節 可能都有機會見到你們的 動漫節 7月底應該很大 我們從來都沒有 因為規模太大 我們身為一對名氣 又不是很高 又不是很大的樂隊的時候 其實是 報了他都未必會去接受 對嗎 對嗎 其實很多的表演都是這樣 我們有試過報營製 但最後還是不能入選 我記得我要問這些 其實我怎麼知道你們的樂隊呢 就是因為你們參加過唯一的表演 我在那裡看看 有些樂隊會不會有適合的 Done Collection 他們怎麼找你們回來的 這個 這個是我們 在他的表演開始招人馬的時候 我們很早就看到他 是 那時候剛剛好他找不到樂隊 他找不到樂隊 然後我們報了之後 他就說 要延遲 要延遲 然後延遲到某個時期 剛剛好找樂隊了 我們早就報了 然後他就說 你們報這個名字 其實會是優先考慮 優先考慮 結果就 機緣口合之下 我們就有一個機會 出我們第一次的表演 是 那我想 雖然你們剛才說的 就是你們經驗淺一點 名氣未必 未必有一些老牌的樂隊那麼大 但是我想你們可以繼續 不斷去試就報名字 總有機會 你們一向都是這樣的 一上台就不小心拿冠軍 就是這樣 比起他這個風格 就是一炮二紅 就是搞這些 那是火 但是不小心就紅了 然後就是這樣 不過認真我覺得 聽完這次大家的分享之後 其實可以是超出了我的預期 超出了我的預期 就是我覺得 原來大家真的很有火 很有興趣 還有那個 說的話 是很重的 我很想要你們這些人 繼續參與他 雖然DSE可能 過去台灣一段時間 但是 一定要繼續在這裡 玩多一點 我和你反而有點不同 因為他們是一個比較新的團體 我覺得他們有火是我意料中事 但是反而我覺得他們給到我的 是他們的想法 和他們經歷了的事情 其實未必是我們看起來這麼新的組合 他們已經是有他們自己很堅定的想法 例如阿賢 表子他們 他們很勇於去挑戰 甚至他們可以享受 面對著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是 挺另外的意外 我想很多人如果想出來做表演 找同音樂 這個都是要去學習的地方 我想如果起步 大家都純順利利 我都想的 但是不要怕面對這個挑戰 還有有心如果想表演 或者現在聽眾大家聽著這個節目 沒有出來表演 這個節目我就覺得 聽完之後 想一想 一起來玩 你有心玩 肯練東西 有熱誠的 就走出來 這個我覺得也是基本 有Vocal的話 就聯絡壽吉 趁小姐不在這的時候 這樣 不不不 所以這些是我 搞事 你真的在搞事 你在做什麼 對不起 那好吧 今天謝謝你們 上來和我們聊天分享 謝謝 希望快點再有機會和你們聊天 也有機會看到你們的表演 祝兩位DSE的考試成功 也祝小千在台灣的發展順利 希望表姊和阿妍都在這段時間 繼續努力練習 突破你們一關一關的難關 是 那節目到尾聲呢 也還有一點 當然 我真的覺得自己定了很幸運 小千離開香港去台灣 快點戰 還有一個合作的機會 就是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照慣例 都會和嘉賓合唱一首歌 小千 不如由你來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合唱的是一首什麼歌 是一首SAO的OP 男性艾露的一個Innocent 希望大家會喜歡 可以